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韩国成为一名正式的药剂师 不仅要上四年制的药科大学 还需要通过药师资格考试 拿到资格证之后 药师们就可以选择在医院里的配药部门做药剂师 也可以自立门户开一家小药店 虽然说工资没有那么丰厚 但是药师在韩国社会是一份相当体面且稳定的工作 根据韩国药师协会2018年的统计 全国3.5万名药师中间 有2万名也就是三分之二的药师 开设了自己私有的药店 郑女士刚交的男朋友朴胜中 是一名拥有私人药店的持证药剂师 30岁 2016年获得药师资格证之后 在一家药店短暂的工作后 2017年就在经济道开了一家小药店 从2018年11月开始 他以药酸奶的倪称 在网络平台上面发布了一些关于药品评测 药品推荐的影片内容 这位药酸奶长相帅气 讲话也文质彬彬的 幽默风趣 很快就收获了20多万的粉丝 人气暴涨 甚至还参加了一些电视电台节目 在药酸奶的频道上 他会讲一些关于女性健康的知识点 表现得非常尊重和关心女性 而且他还会参加很多的公益活动 比如救助被遗弃的小狗 为社会底层人员捐赠口罩 消毒用品等等 他能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他那20多万粉丝 都非常亲切地称她为 暖男药师 这女士就是她其中的一个粉丝 后来这女士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自己当初不是喜欢朴胜中的外表 而是被她不同于其他网红 在视频和直播中展现出的 充满人性美的样子所打动了 这女士以一个小粉丝的口吻和心态 给药酸奶的社交平台上面发了私信 没有想到的是对方竟然回复了 几天之后 他们约好了在线下见面 见面过程并没有很尴尬和生疏 而是很快地就成了恋人的关系 因为两个人都非常喜欢狗 他们也会常常去爱犬咖啡店约会 然而沉浸在热恋当中的某一天 这女士却突然地收到男友发来的一条短信 你也知道了吧 我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了 没法再抬起脸做人了 谢谢你了 我们不要再联系了 没有前后文 上来就说要断绝关系 正当这女士摸不着头脑 想追问原因时 韩国知名论坛NAT上的一则帖子 给了她当头一棒 这则发于2020年4月24号的曝光帖 是一名自称20多岁的女性A某发布的 她说自己从去年7月开始 在社交平台上面给一个网红药剂师发了私信 对方很快就回复了 一来一往 两人积累了感情 药剂师约自己见面 而且第一次见面就喝醉了 这个时候药剂师想要发生关系 但是自己拒绝了 因为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 但是药剂师骗自己说没有关系的 就这样 自己被他半哄半骗的强行的发生了关系 A某的帖子里说 从那以后 那个人也没有和我说过要交往 也没有建立任何关系 虽然他不把我当做女朋友 但是我们每周都会发生一次关系 A某称 自己想努力地去纠正这个奇怪的关系 于是不停地和他见面 满足对方的要求 还给他买礼物 想将两人的关系 变成正常的恋人关系 但是呢 这位药剂师总是若即若离 见面的时候表现得很亲密 时常让A某产生一种男朋友的错觉 但是一到关键性的问题 他就顾左右而言他闪烁其词 而且平时两人不见面的时候 这位药剂师 有时候呢会表现得很冷淡 有时候又表现得很热情 让人摸不着头脑 某一次聊天当中 药剂师不经意地跟A某说 自己的私处斩了水泡 好像是泡枕病毒发作了 A某一再追问 泡枕病毒是什么 药剂师说 不是什么大病 大多数人身上呢 都携带这种病毒的 没有必要去医院 A某他不敢大意 在网上查询了相关知识 马上去了医院接受检查 但是最担忧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泡枕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 HSV2型 与药剂师口口声声说的 不是大病 截然相反 这个泡枕病毒 主要分为HSV1和HSV2型 HSV1大部分都是口唇感染 会在口唇附近的皮肤上冒出水泡 但是2型病毒是生殖器感染 主要是通过不结性关系传播所引起的 A某一听医生说 HSV2型是不治病 一辈子都无法消除 当下就崩溃了 一年前自己体检的时候 明明是没有查出HSV阳性 好几年没有和异性接触了 偏偏和药剂师交往的过程当中 感染上了这个病毒 结果是很显然的 犹豫再三 他选择在论坛上面发布了帖子 想要警戒其他潜在的被害女性 虽然A某没有在文章当中 提到这个药剂师的大名 但是和帖子一起发布的打码图片 实在是太过于熟悉了 A某曝光的正是郑女士的男友 网红药剂师朴胜中 郑女士颤抖着读完了帖子 还来不及去核对 这其中的细节和真假 一种近乎恐惧的不安 涌上了她的心头 A某帖子里所出现的那些病症 和她近期身体上的不适 实在是太过于相似了 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 郑女士也被感染上了这个病毒 同时 这个病毒的某一个抗体数值 达到了峰值 那么只有在感染这个病毒的初期 也就是15到20日之内 这个抗体才会达到峰值 一两个月之后便会逐渐的降低 也就是说 感染她的 就是这一个月里面 唯一和自己有过亲密接触的男友 因为只会出现在别人身上的故事 竟然原原本本地在自己的身上重现了一遍 即使是铁证如山 但是性格软弱 还怀有一丝丝侥幸和旧情的郑女士 还是想和男友联系一下 听听她的立场 但是她等来的 不是对自己的病症的关切和担忧 而是男友的辩解 以及对自身利益受损的愤怒 朴胜中向郑女士抱怨 我太委屈了 多亏了那个女人 我短时间内是别想去运营药店了 也太恶心了吧 我还有她的照片呢 要不要我也在网络上曝光一下 面前是一个换了一副面孔 力气十足的人 让这女士感到了混乱和恐惧 本能的恐惧提醒了她 也许 这才是这个男人的真正面目 这女士鼓起了勇气 也在论坛里面 写下了曝光的帖子 我觉得 除了第一位受害者和我 可能还有别的女性 正在被她所害 正如震女士所预测的那样 她的帖子下面 出现了第三位被害女性 小荣 小荣通过A某和震女士的帖子 才得知 原来这个网红博主药酸奶 都是通过同样的手法和女性进行联络的 仔细分析两个人帖子当中的时间线 2019年10月到2020年1月 和A某保持着身体关系 2020年3月到4月 则和这女士是男女朋友关系 也就是说 从2020年年初开始 这位小荣和朴胜忠接触的日子里面 她根本就没有断过女朋友 而朴胜忠 当时又是怎么和她说的呢 在朴胜忠参加过的各种直播节目当中 她也正大光明地摆出了单身的人设 我现在在网红博主荣 我许多职业 如果有女朋友关系 我许多职业的时间 我许多职业会不会有缘子 我许多职业 所以我许多职业 我许多职业 我许多职业 你许多职业 我许多职业 我许多职业要职业 我想要职业 我许多职业 那我职业会职业 但我许多职业要职业 那我许多职业 即使在两篇曝光帖子发布之后 朴胜忠也试图给小荣洗脑 文章内容都是假的 并且把责论 全部都推给了A某和郑女士 而在小荣发布了曝光留言之后 朴胜忠还用药店的电话联系了她 又是一番哄骗 要求她删掉留言 并且吩咐她 不要接听A某和郑女士的电话 不只是对小荣 对于最初的曝光者 A某和郑女士 朴胜忠也是使用了 同样的折磨和洗脑的手段 她不仅仅在A某发帖后的半个小时 就疯狂地用自己的私人号码 和药店电话轮番轰炸 甚至还跑到了A某家门口闹事 不停地威胁 说自己不害怕警察 今天晚上就要在这里自杀 虽然隔着一扇门 但是朴胜忠的威逼 还是压垮了A某 A某在恐惧和不安当中 把最开始发布的那些帖子 都给删掉了 而郑女士 也在事情曝光之后 被她一直骚扰着 曝光帖发布不久之后 朴胜忠开始删除自己 在油管频道上的视频 并且处理各种社交平台上的软件 但是除此之外 她没有向大众做出任何的回应 直到2020年4月28日 面对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 朴胜忠终于松口 向新闻媒体表示 谣言实在太多了 他们根本没有联系我 却只在网络上发帖 并且在自己的油管频道上面 发布了长文 长文当中 她声称 当事者们都是和我同龄的女性 通过个人的SNS进行了联系 互相支持 通过关于药物的商谈 逐渐认识 虽然与他们有过联系 但是彼此的生活方式和性格 等并不合拍 所以 没有能够发展成深厚的恋人关系 接着 她又便接到 听闻他们和我发生关系之后 进行了检查 并上传 声称自己被感染 将永久携带HSV炮枕病毒的帖子 虽然有些害羞 但是我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前 从未接受过STD检查 为了准确了解自己是否真的患有这个病 我前往医院接受了检查 并且拿到了检测结果 结果显示是阴性 虽然道歉文里面充值着对不起 真心表示歉意等字眼 但是朴胜中却始终没有正面地承认 自己患有这个病 只是强调 自己并不是故意的 也没有恶意地 去目的性地传播病毒 在她和这女士对峙的电话当中 她也表示 对自己的病毒携带状况 是事先不知情的 自己的检查报告 显示没有携带这个病毒 自己又事先不知情 如果真按她所说的 那和她进行亲密接触的女士和A某 为何会被检测出来 已经感染了呢 难道朴胜中 她真的不是感染者吗 是那些女性在撒谎吗 但是真相 岂能那么容易被谎言掩盖呢 她的长篇辩论 不过是不堪一击的纸老虎罢了 第一点 朴胜中提供的病毒检测结果 虽然检查结果的确显示是阴性 但是 她的这份报告 很快就被细心的网友指出 只做了尿解 据悉 炮疹病毒的检验 应该是在关键部位出现病变时 在患处提取液体或者物质进行检验 或者是采取血液检验 那么仅仅做尿解呢 是不能够断定是否携带炮疹病毒的 而作为四年制药科大学出身的朴胜中 分明比起一般人 是拥有更多更专业的医学知识的 这也意味着 她知道如何利用大众的知识盲区 来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 第二点 朴胜中她真的是 事先对自己的患病情况 一无所知吗 这个说法就更站不住脚了 前面我们就提到了 A某发觉自己不对劲 正是因为朴胜中 亲自告诉过她 四处出现了炮疹病毒的相关病变 甚至在直播里面 她也提到过 自己患有过炮疹病毒 一型的病症 身为药师的朴胜中 不仅对自己身上的疾病加以隐瞒 甚至在自己已经得知A某 因自己感染上性病之后 还用那样的手段来接触真女士 没有采取任何的保护措施 就强行地进行了性关系 这不仅是作为药师的职业道德丧失 超越了单纯的不告知失误 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 这是一种带有故意性的恶劣传播 并且在事件曝光之后 她企图通过自杀威胁 骚扰诋毁等方式 来对受害者进行二次伤害 在韩国法律当中 如果可以证明 她是在对自己病情知情的前提之下 主动发生的性关系 那她的行为就已经构成了伤害罪了 受害者女性就有权利向她要求 身体以及精神上的赔偿 目前A某和郑女士小荣 已经组成了受害者联盟 他们积极地寻找其他被害女性 和收集证据 而处于话题风波的嫖盛中 隐匿了自己的行踪 不仅是在线上 连药店也托付给了别人 不知去向 而韩国电视台经过几天的蹲守 艰难地逮到了她本人 进行了采访 在记者询问她 是否怀有歉意时 她却下意识地表示 对关心我的粉丝们 深表歉意 她在乎的 仅仅只是回不来的名誉 他人的追捧 和金钱的滋味 很难相信 这样的人竟然在镜头面前 以关爱女性的形象 不得名气 拍摄避孕药的测评视频 参与守护女性权益的宣传活动 为女性杂志拍摄画报 她光鲜亮丽的面具 不仅骗到了正女士等人 也让曾经支持过她的众多女性 都感受到了巨大的背叛感 这样的就是 从来的初出现 aus来感觉到天神的灰测 三日快感觉到天神的温柔 最后感觉到天神的温柔 从来感觉到天神温柔 最后感觉到天神的溩柔 从来感觉到天神的温柔 清晖有所感觉到天神的迩柔 韓国网红药剂市的事件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 关于对于嫖胜中的处罚 目前还没有一个结论 这起事件曝光之后 韩国网络上议论纷纷 大部分人都痛斥这个 靠着虚假网络里形象的粉饰 披着温柔善良尊重女性的外衣 却干了一些满足私欲 伤害欺骗他人的丑恶嘴脸 对感染上了病毒的女性 他们也表示同情 但是也有人说 那些被害的女性是咎由自取 明明知道没有保护措施 为什么还要和她发生关系呢 甚至已经看到了曝光她的帖子 为什么又要装作视而不见呢 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说法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每周我都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安建故事 最后 请大家发生关系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 保持警惕保持安全 我们下期再见